李嘉廷十四歲那年,他的父親領魂經就不幸因病去世了 一個十四歲的弟弟,從此就要靠自己的兩個肩膀殺你全家生活的重担 所以說是救大悲傷了 即如曼子說,孫將共大任於私人也,已見苦其心志,怒其堅固,過其體股,公拔其心,行不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引靜,更益其所不能也 曼子的這句說話,既是李嘉廷一生的寫詣,而是他歷經艱辛不敗不慮的精神之處 香港又會俗話,叫做香港小寒冬,一有就凍死麻將,凍死翁 意思就是說,香港是很少有寒冷天氣的,但一有的話,就會凍到連麻將都凍死了 這樣的冬天,香港就會有很多貧窮的老人家,凍死街頭 1943年的冬天,就只是香港小寒冬,德國的寒風,略過珠江平原,即是隔香港 日子時期,市警本來就太少了,寒冷降臨,街上的行人就更加稀少了 在這種絕衣少吃,人人自危的日子,誰都不會關注一對逛街的小人和少年 他們就是李嘉誠和他的媽媽莊士了 媽媽帶著李嘉誠,沿街喵喵喵喵喵喵地找東西做 但是李嘉誠堅定地說,我不餓 他明白現實的冷酷,假如就找不到東西做 那一家人,連一天兩餐的足水都沒得忍了 媽媽見到兒子這麼堅強,就忍不住哭你上來了 兩母子到你盆山地回到我家 兩隻腳都走到山滿了水坡 李嘉誠躺在床上,你不想動了 媽媽就把樓上面撿回來的菜盒洗乾淨,後火煮足水 這時候,舅舅總靖欣喵戰了一代子李厘 他問了問家人的喜居飲食,倒沒有坐熱就報時走了 嘩,可能他應該知道自己的姐姐帶著個外山出去找東西做的 不過,但他一點點事都沒有的。 翌日早上,李嘉誠堅持一個人出門制服,他不想讓媽媽跟著他。 他媽媽就說,那好吧,你要找潮州的親戚和同鄉, 潮州人怎麼都要光顧潮州人。 他媽媽跟著,就說了一連串的人名和地址給他。 這些人,都是在鄉下的時候,曾經和李嘉誠的先父有個交往的。 李嘉誠跟著地址,首先就來到上環一間叫王記雜貨店。 店主王叔叔,原先就住在潮州的北門, 和他們家裡的總房子,只是加上兩條街。 他還是李嘉誠的伯父李文昌的學生。 李嘉誠來到雜貨店,但他看到店門就關著了。 王記的招牌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裡了。 他家誠跟門檻看在裡面。 他們兇毛一眼,整地都是垃圾。 李嘉誠不知道王叔叔究竟出了什麼事? 是破了產啊?還是搬走了?還是給日本人抓了他呢? 他曾經聽舅父和先父講過商戒的事。 他說日軍當道,事警消殺,生意難做。 生意人急急的更多過開張。 徐商識得的潮籍人,都是小商小貨,實在是很難幫到他的。 李嘉誠現在有一個幼稚的想法,就是不如去銀行找工作。 就算掃地抹背塵、煲茶、做跑渠,什麼都沒有問題。 因為銀行是做錢生意的。 銀行一定有錢出糧。 當然是不會倒閉。 於是他就決定去銀行做甲工。 當時就叫做後殺。 但是等過著他的仍然是閉門根。 夜幕降臨了。 李嘉誠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 晚工的結果還要他說嗎? 全部都表露在臉上。 但是自己的眼淚呢? 又流了出來。 媽媽很開心地說, 阿誠,入了舅舅的公司, 就天天跟中標打交道。 這門是好秘書。 第四下,你一定發達的。 記住好好做,聽口福話。 其實媽媽隱瞞了一個事實, 舅舅張靜林並不忍心給外山, 小小年紀就獨自出去闖浪謀生。 他原本就有意給李嘉誠去那間公司做事。 但他媽媽擔心李嘉誠的找工作太容易了, 會不知自強自力。 所以就叫舅舅先讓李嘉誠出去自己找工作, 尋找找工作的苦頭。 這樣才會珍惜來自不易的職業。 李嘉誠說,我不去舅舅公司, 不去舅舅公司, 不去舅舅公司。 李嘉誠想起了師父的遺言和行為, 迅速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他不想救人太多的秘印和恩惠, 就算親戚也不想要。 媽媽整個學生都看著李嘉誠, 因為他聽錯了。 誰知道李嘉誠可以這樣重複了一次。 媽媽不出聲。 他發現兒子在千多一點上, 太像他的爸爸了。 甚至比他的爸爸還更困難。 老實說, 李嘉誠確實是夠爭吵的。 這兩天來, 遭受了總共挫折, 看到他產生了一個頑強的信念, 就是, 我一定要找到工作。 媽媽和李嘉誠, 坐車去找一天, 嘗試找不找到工作。 遲不過去, 第三天如果都找不到, 就叫他一心一意, 去扣虎街公司去做。 正所謂衝天不顧有婚人, 廢日中午, 李嘉誠在西盈潤的春冰茶樓, 就找到有份工作。 但是他就不能夠上班。 為什麼? 因為老闆要李嘉誠, 找一位由雙方資產和信譽的人做擔保, 才肯請他。 李嘉誠, 勤勤勤勤地跑回家, 和母親說這件事。 最好的擔保人, 當然是, 中南中丟公司做董事長的舅舅。 怎知舅舅不在家, 喝茶整天等不知, 挖著媽媽, 噔噔噔噔噔噔, 就去查樓。 他媽媽見到一個查樓老闆, 向他訴說自己家庭的不幸。 怎知老闆動得差忍之心, 竟然同意母親為自己的兒子做監補。 於是, 李嘉誠就找到了他人生第一份工, 就是茶樓高茶的堂仔。 廣東人就習慣喝早茶和喝夜茶。 前夢夢光, 就想茶客上門了。 電火的更按照季節的不同, 也就是朝五點鐘左右, 就回到茶樓, 為客人準備茶水和點心。 臭虎送了個鬧鐘仔給李嘉誠, 要他掌握好早早起床的時間, 那個鐘頭以上, 等到茶樓打仰, 都已經是半夜三更了。 李嘉誠回這一段日子, 就說自己是悲聲大意上回去, 萬家燈火回家來。 這樣的生活, 對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來說, 實在是太累太累了。 白天的時候, 茶客有時候會比較少, 但是總會有幾個老伯父, 無事做, 坐在那裏喝茶, 都沒有太多過日晨。 李嘉誠, 是正是最飛離之下的堂仔。 那大伙計呢, 都下場去休息了。 他就要留在茶樓, 服侍那幾個老伯父。 李嘉誠曾經對人說起 自己少年的經歷。 他說當時自己最大的希望, 就是能夠有機會給他睡餐飽的。 最好就能夠睡他三日三夜。 茶樓是個小社會, 三教九流就什麼人都有。 他們和父親所說的古代正言, 就相去甚遠了。 一故二故, 就是供失了, 很有鮮明的過程。 這些三教九流的人, 有些是貧窮, 有些是富裕, 有些是浩荒, 有些是浩荒, 有些是沉穩。 或者自己人看得太多古典的小書, 李嘉誠對茶樓的人和事, 都有一股大潔的身上鮮感。 他就會選擇某一個茶樓, 他是哪個鄉下的人, 他做的職業的, 家裡沒有錢, 做的專家是怎樣的, 逐個來都測過。 他由此就養成了觀察人的習慣。 這些事情, 對他日後從事推銷工作, 就幫助不少了。 李嘉誠尤其是喜歡聽茶樓, 茶樓, 顱鈴金, 賺到什麼小道消息。 他從中就可以了解到社會和世界的很多事物。 不少事在家庭在過堂, 是聞所未聞的。 有些說法, 跟自己的爸爸, 甚至老司冠書都完全不同。 李嘉誠發現, 世界原來是當錯終複雜, 而又異彩奮情。 李嘉誠的思維, 就不再單純到好像法子那樣了, 又因為宣誓的奮言, 黑黑領宋, 所以他在軍人變賣的世界裡, 始終都沒有迷失到自我。 講開又講, 張牌黑談天, 真是排困解法的最佳療法。 又一次了, 李嘉誠聽他都入了謎, 竟然忘記了事後, 客人茶水? 他聽到大火的大車叫他, 才光光張張, 拿去茶壺, 他叫客人沖滾水。 哎, 誰不知一不小心, 那些滾水, 就沖了到茶客的腹腳上。 李嘉誠這隻客人都呆了, 他叫他滾水, 他叫他滾水, 那些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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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一滾水。 茶客是茶流的醫治父母官, 唐官要視考就是這些大爺, 那如果超清一些的茶, 就沒想不到事情發生, 自己看過茶客說, 小事呢? 是我不小心撞撞他,不怪這個小師傅,好笑 茶客因此為李嘉誠開脅,老闆雖然沒有罵李嘉誠 不過仍是一刻死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會就走了 李嘉誠不肯撞在旁邊也不敢動 最後老闆對李嘉誠說 我知道,你將水淋在客人的程度是不小心 以後你要小心一點,萬一有什麼差異 要立刻向客人陪你,說不定就可以大事發小 剛才客人的心事,如果不是,我也不知道你怎樣死 好了,這次沒事了 回到家之後,李嘉誠將一次告訴他 他媽媽就說 啊,同德保佑啊,同德保佑啊 這個客人和老闆真是好人啊,可 他又告誡的兒子說 李嘉誠,更乖得乖,更道得道啊 極善,必有善報,作我,必有惡報啊 李嘉誠從此之後,一直都沒見過他這麼好心的茶客 到後來他自己成為了巨夫之後 曾經他朋友說,雖然這件是小事 但是對於他來說,就是一件大事 他還說,如果自己能夠找回那個客人 一定要給他安徒萬年,來報到他的大恩大德 這是李嘉誠一生之中,唯一一次的飯碗危機 一年之後,李嘉誠遲了茶樓的份工 就去了舅舅的功能,終於公司工作了 他已經熬過了最艱辛的一年 老闆為他加了薪金 他能夠像其他堂官那樣 可以輪流回早間或夜間 每日下午,還有時間落場 就是無憂 茶樓的工作出書就沒什麼了 但是他都很感謝茶樓的老闆 是老闆呈傳了李嘉誠兩家戶口的基本願望 給了一次極好的人生見面他 為了去舅舅的公司做事 李嘉誠猶疑了很多天 他渴望同事新的職業 尤其是和複雜的公標打交道 李嘉誠走入社會 曾經不逆過舅舅的一番好意 現在李嘉誠又覺得 他似乎不應該再有太多的顧慮了 自己是在社會闖蕩和磨練過的人 入舅舅的公司 不是接受恩賜 而是幫舅舅做事的 舅舅張靜安後來回憶起少年李嘉誠的時候說 唉 為何爺爺死得太早 所以阿靖少年老爺 他有很多想法和俗法 俗俗大人 懂裝備和修理中標 是這樣 他究竟學不學得到這門技藝呢 唯一 把 谢谢大家